邦格力犬絕育被懷疑有利益輸送 廉署就已經收到投訴 現在正在跟進 民署就說一定會配合廉署的調查 現在的狗生活環境比以前好很多 至於有消息說 有皮膚病的狗還要做絕育 民署在這方面又如何說呢? 如果有病的 需要治療的 當然是不可以做手術 其實我們評估過 每一隻狗的牙齒都有輕度至重度的牙周病 如果真的在60天之內 要幫500多隻狗做絕育 有人就說這個做法實在太趕納 根本就不可以接受 但已經做了平均每日6隻 你認為有沒有問題? 現在不是平均每日 你兩天做12隻 你們的新聞稿說 我都說要評估當時的情況 但因為是有相應的售醫 要有數量 相應足夠數量的售醫 還有每天 就是問你那兩天做了你們的評估 是不是適合? OK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傷口邁合得可可 對於幫狗做飼育手術醫生的規定 民署就說 經過他們的核准和審查之後 可以允許自主自己安排診所 而且場內也有民署的獸醫 做緊急情況處理 但卻沒有回應 萬一狗真的有事的話 應該由誰去負責